今天是国庆廉价的最后一天 出门完的民族呢 今天要准备回家了 因为隔天又是上班上课日 那交通部呢 高速公路局表示 早上国道状况还不错 但是预估北返的车潮 在今天下午两点过后 就会开始涌现 高公局预估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 国道会车多 到了下午三点 更可能将出现车辆的最高峰 而国一跟国三的中部路段 还有国五都比较容易塞车 预估全日车流量为210万到230万 而国道五号天天下午三点到八点 一样会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管制